这个就是Vivo X200 说实话这台机器也挺小的 那这一台呢 就是Vivo X200 Pro两台机器都到啦 所以这个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是X200更适合你呢 还是Vivo X200 Pro的这个更好的影像 更适合你呢 那咱们就先来看看这个Vivo X200 Vivo X200的话呢 我这个是白月光和之前X100 那个白月光是一样的 中框也是金属的 并且做了一个高亮的这样的设计 不太一样的方面 是它的这个摄像头戴口变了 摄像头戴口现在这个设计风格呢 叫做水纹云接 也就是有点像是水滴滴下来那一刻 这么展开的这样的一个 微波荡漾的这种效果 整个边缘这边就是一个 高亮的这样的一个金属设计 和这个中框呢 是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对比 摄像头的这个边缘呢 还有这样的刻度纹理 其实看起来有点像是 镜头的那个感觉 是吧 有这种感觉了 然后和此前的Vivo X100的 这个摄像头做一个对比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哪个更好看啊 那么200 Pro的话 我这个是泰色啊 背部的话呢 是泰色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同时是A级磨砂工艺 然后中框的话呢 并不是那种反光的这种高光设计 而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拉丝纹 有点像是泰金属的感觉了 其实挺好看的 那它和X200之间的摄像头戴口设计 还不太一样的 X200这边的话 你看它是可以 它是凹下去的 对吧 是这样子的 那么X200 Pro这边 因为摄像头模组比较大 它是没办法做凹 那么只能是这样凸出来的 那整个摄像头边缘呢 也不是高亮设计了 有点对齐了这个中框的这种视觉感受啊 这一次X200它的厚度只有7.99毫米 这也是为什么拿的手感 要比之前X100整个系列的手感都好很多 屏幕这次提升很大啊 用的是等身4V曲屏 也就是微微的这样的一个弧度屏 但不是曲屏 也不是直屏 这种感觉你们之前在很多机型上应该看到过了 和此前X100S的这个直屏相比的话呢 这个X200系列的这个V曲啊 这个4等身V曲屏就看起来会更为的灵动感啊 我是更喜欢这种感觉的 你们呢 那再和之前的这个曲面屏的X100相比的话 这个等身V曲屏的X200 是不是明显会更为的好看了 再多说一点啊 就是这个前置摄像头呢 这次看也比之前要小了 然后整个屏幕的屏占比 个人觉得也是OK的 至少比这个曲面屏看着舒服太多了 那么这块屏幕的尺寸是6.67英寸 最高亮度是4500尼特 同时支持2160赫兹的高频PW调光 还有就是X200系列 还有蔡司大师色彩屏 也就是支持全链路蔡司自然色彩 显示的色彩会更为精准 同时色彩体系也会更为统一有序 指纹方面啊 标准版的话是偏下的这个短胶指纹 那Pro版这边的话呢 我觉得肯定要选Pro了 那在处理器方面 这次也是Vivo X200系列 首发天机9400这颗很强劲的 第二代全大盒处理器 这颗处理器 其实之前大家应该也看过一些 主要的一些评测了 那在本期视频中的话 我就不对这个处理器的一些参数 做详细的介绍了 安兔兔跑分的话是在290万分左右 那你可以做个参考 之前的9300系列 我记得是在220万分 还是230万分左右 所以这个提升是很大的 而且它的功耗控制真的很好啊 我从早拍到晚 只冲了一次电 这放到以前是不敢想的 当然咱们有一说一 这个芯片 我确实没有做详细的性能测试 我仅仅只是对它做了一个 多轮的跑分 以及游戏的一些测试 如果你们想看我对这个芯片 做一些非常严苛的测试的话呢 你们评论区告诉我 我如果真的有这个时间 我一定会做 所以这个手机的外观和性能 已经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那么续航怎么样 标准版的话 是5800mAh的蓝海电池 Pro版的话 是6000mAh的蓝海电池 标准版跟Pro版都是90瓦的超级散充 但是标准版没有无线充 Pro版是30瓦的无线充 两小时重重度游航测试后 X200还剩下90%的电量 而X200 Pro还剩下92%的电量 可以说这个表现 已经是达到了一个标准 那说了这么多 其实关于这两台手机 最核心的还是拍照部分 我相信这也是能跟其他厂商 拉开直接差距的部分 我先对这两台机器做个总结 就是标准版的话 看起来更像Pro Pro版看起来更像Ultra 那咱们就先来说一下Vivo X200 它的主摄是MX921 尺寸是1.56分之1英寸 长焦镜头的话是MX882 尺寸是1.2英寸 另外还有一个JN1的超光角 另外还有VCS仿生光谱2.0 还有蔡司激进度膜 这些的话都有了 这也是肯定要有的 核心点还是主摄和超长焦 拍摄时的话 我这次是去了厦门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厦门的以前全是阴天 真的是很无奈 那咱们也正好看看 在阴天下 Vivo X200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我在拍摄时用的是 人文摄影模式 还有传统的模式来穿插着才会拍的 那相比X110的话 我最能感觉的就是 它抓拍的速度明显快了很多 成片速度也明显增快 这一点其实对于我们拍摄者来说的话 是一种能感觉到脑部开窍的感觉 就顺畅了 而且在长焦拍摄时的话 我甚至当时是放大到了 300毫米左右去拍摄的 依旧是可以出片的 还有就是Vivo X200系列的长焦微距 这也是之前X100系列 所传承下来的一个很好的优点 大家可以先来参考一下 我拍的这些样张 都是没有做过后期调色直出 虽然基本上都是阴天 但是你会发现 整体的色彩保留 还有层次感 依旧是能够很好的展现出来 可以说今年Vivo X200 在拍照的表现上 算是给各家开了一个标准的好头 关于样张部分 我就不想错太多了 大家先看看照片 你们感觉在阴天下拍的怎么样 对了 这次还全系都支持Live Photo的 这样的一个动态照片 虽然说我平时不拍 但你得有吧 对吧 这个也是支持第三方应用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Vivo X200 Pro 这台机器严格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就是Ultra级别的 那咱们先说主摄 主摄这次是蓝图影像 和索尼一起搞的LYT818 这个传感器尺寸是1.28英寸 虽然说这颗传感器不是一寸底 但这次它的支撑工艺 是提升到了22纳米 功耗有50%的优化率 也就是说它在拍摄时 可以大幅度的降低 拍摄时的功耗 这是为什么用这台手机 去扫接的时候 能明显感觉得到 它的续航表现 要比之前的手机好太多了 还有就是HDR的表现 这次也在这代传感器上 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再加上F1.57的大光圈 还有VCS仿生光谱3.0 还有蔡斯提进度膜 包括这个深吸收的蓝玻璃 这些硬件跟软件的加入之后 你能感觉得到 这台手机对标的就是Ultra 长焦镜头这次用上了 和Vivo X100 Ultra同款的HP9 这颗两印象术的超大体传感器 尺寸是1.4英寸 很大 这个长焦非常适合带出去拍演唱会 大家都知道 这个演唱会不能带相机 有些卡片机已经炒到好几千了 不值 用这个手机里试试 真的拍得很好 那么和X200一样 X200 Pro这次也有 超长焦增强这样的功能 当你在使用长焦拍摄的时候 它会去通过AI算法 将整个画面变得更为清晰 远处的这些纹理 包括树枝 树叶 做的真的是非常的真实 这点就很强 那么在拍摄时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这次将像是过去的夜景 月亮模式 什么时光什么东西 全部继承到了一个风光模式里面 这就让之前长的这些功能 都集成起来了 用户就能更好地去使用这些功能了 之前都藏起来 微包为什么怎么想的 这次还新增了风光大师的功能 默认的话就是泄密模式 还有柔和和氛围这两个模式可选 其实就三个模式 所以这一次我只带着Vivo X200 Pro 去开启了风光模式各种扫叠拍摄 柔和的话 其实比较适合在蓝天白云去拍摄 拍的照片的感觉 看起来就非常的柔美 有点这种活跃活泼的那种感觉 但是又没那么过 相对来说做的还是比较保守的 氛围这个模式的话 其实比较适合拍一些有质感的这种场景 两个模式其实看起来 都不是高饱和度的这种风格 但确实看起来很讨喜 这两个模式也是很多摄影师去调出来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去扫街的话 你可以多尝试一下 使用这两个模式去拍摄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Vivo新增了两个影调 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我拍的这个照片 去判断一下这两个模式 其实在拍摄下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吧 我不知道之前的老机型能不能加入 按理说应该可以吧 那么在人像模式中呢 这次还加入了135毫米的人像焦段 而且在人像模式下也能够进行抓拍了 那我抓拍的这些照片 我觉得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拍的些猫猫对吧 效果还是不错的 再有就是85毫米下呢 也可以在人像模式下使用高像素了 注意跟X200相比的话呢 X200 Pro明显在拍摄表现上会更强 那需要多说一点的是 你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如果拍拍照片 你觉得日常拍拍够了 那X200也够 如果你要更极致的话呢 那就是200 Pro 那我个人认为 我肯定还是选200 Pro的 虽然它比200要大一点点 但是我也选200 Pro 而在影像方面 其实你也能感觉得到 就是Vivo X200整个系列 对友商来说 都是一个挺压迫感的存在 确实太强了 至于系统方面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 专门拍摄的OJS5的视频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所以选择Vivo X200还是200 Pro 这个答案刚刚我已经说过了 对吧 怎么选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当然接下来还有很多机型要发布 我会将Vivo X200系列 当做这些机型的标杆 OK 那么以上就是Vivo X200系列的视频 所有内容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有疑问依旧可以给我留言 或者私信 我是爱玩机车大肥皂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